歡迎館政府這集推動農產品掛銷 協助夾車順利將紅菜頭、麵仔包以及高麗菜 燈燈16種素菜 總共有3粒火鍵代用33董的素菜 要再去新加坡到我們來燈燈的國家 理官府在齊時的部 也特別來基盤掛銷火鍵的技術 在府館長社修仔的見證之下 為這輩出口的素菜來燈燈火鍵 在這個中國貴賓的賢情之下 共同為出口的素顧風貴 不然是憲使出在地新鮮的農產品新秀昆燈 也代表雲林館農產品外銷 將前走出一大步 讓我們雲林這麼優質的農產 它是可以餵飽全世界人的這個胃 然後也溫暖到他們的心 當然我們也很期待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蔬果 可以來做外交 讓很多東南亞的朋友他們知道說 哇原來這來自台灣的雲林 來自台灣的西羅 那裡面的品項有包括有高麗菜 大白菜 青花菜 紅蘿蔔 白蘿蔔 以及我們雲林在地的柳丁 還有茂骨乾都有 那我們主要出口的國家是到 那個新加坡跟雲萊 這家外交的農產包括高麗菜 紅菜頭 麥芽包丁在地上收購 總共三個火鍵 大概有33檔收購 準備小翁 新加坡一起運來的國家 它就會跟我們的農民 互相器做品質跟價格得到穩定 與此信賴之間 維持一個穩定的良好的品質 然後將這些農產品廣告海外銷售出去 照顧到我們世界各國的國家 希望到我們所有的國家 我們的世界各國 也可以跟我們國民一樣 可以享有到我們健康 安全還有衛生的一些收購 為了要負責今年的農產品 外銷到經價值的國家 管負亞輔導在地企業 幾位建設現代華大型立志會長 在去年得到農委會的核准函 然後今年也透過那個雲林縣政府 他們的那個農許已經通過了 我們預計在2020年的4月 就在雲林西羅這個地方 設立一座全國最大最標準的 大型蔬果禮籍或包裝廠 雲林是農業大關 要如何照顧農民增加消息通路 讓農產品打開地面 當時必須要努力的方向 未來也希望當中 經價值的雲林的農地散 提供到世界各地保障農民的修立 要讓經價值的人知道雲林的好 繼續報索記參觀 好 好 感谢观看